未來的時代所有東西都虛擬化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 像那個銀行現在有三家數位 就是純網銀 也就是你看不到銀行的銀行 OK 有哪三家應該知道 第一名就Light Band 第二名就將來銀行 第三名就樂天銀行 他都是純網銀的 也就是這些所有的行員他跑到哪裏 就跑到網路 跑到系統裡面去了 所以未來這些人 其實都是要寫一些程式 所以至少如果你要進到這個體系的話 你說你不會這些東西 那你要怎麼處理資料 OK 所以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大概抓出一個規則 就是入街道他可以從哪裡呢 所以從地址裡面找到一個規則 也是他前面可能有三種情況 要不就零 要不就零 要不就軀 那尾巴的話不就是路 不就是街 不就是道 所以可能會有三種 那前面的字跟後面的字 剛好都三種規則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規則找出來 第一個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找第七列 因為第七列這邊有零 我們先用零這個來練習 那怎麼找 找零的位置 所以插入函數 找位置的話還記得吧 用Find 有沒有 Find Find什麼呢 我們先Find零這個字 所以你就打個零 OK 零這個字 然後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裡找 他找到第十一個字 那如果我要找中的話 就是加一不就好了 OK 所以找到了 但是有幾種可能性 這個儲存格因為有零 所以沒問題 那你向上填滿 按住不要放往上填滿 你會發現 上面幾個都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上面都沒有零 下面呢 點兩下 這個有零 有沒有 十二零 OK 其他也是錯誤 所以有錯誤怎麼辦 你要修正 所以 如果找不到零 那沒關係 你找零 OK 你前面可能是零 那怎麼做 一樣的方法 請你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去做邏輯判斷 判斷的話呢 請你找到哪一個 判斷的話就邏輯 邏輯裡面呢 如果發生錯誤 OK就是 那你就再貼 把零改成 李就可以了 這個意思 如果找不到 李這個字喔 那你幫我找李 看看有沒有 按確定 向上填滿 有沒有發現 三個 還是有兩個 為什麼 這兩個沒有李 只有區 所以喔 那底下 底下應該更多啦 底下 你會發現很多都OK了 那如果 好 所以喔 第二個螺應該可以喔 第三個 好 那怎麼做 一樣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 插入ifl 然後把公式貼到value 如果你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李 那你就幫我去找區吧 那區的話怎麼敘述 很簡單 就是把fine 前刮斧到後刮斧這一段公式 就是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來 最難應該在這裡喔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區 比較好 好 這樣子的話喔 按確定 恭喜你 你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找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向上 向下 應該就OK了 好 可是問題還沒結束 那前面那個字 有點像前刮斧找到了 那後刮斧呢 後刮斧可能有三個字 就是 零里區 這邊是 那其實只要把它改成 入街道就可以 所以喔 這個公式 可以拿來改就好了 OK 好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接下來呢 再做 第二件事情 切割 MID 所以喔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呢 加一個MID MID的話 畫在文字裡面的MID OK MID 然後 文字在哪裡呢 文字一樣在這裡 這個是公式 這個地址 然後從哪個字開始呢 就是當然公式貼上 可能是0 也可能是裡 也可能是區 那個字之後的下一個 加1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那幾個字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輸入三個字 不過三個字 這個OK 可是其他像中校東路 四個字就不OK 所以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知道幾個字 很簡單 切上去之後有沒有 先把它改成 什麼呢 剛剛是零里區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路街道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改一個路 然後再一個街 意思是說 如果後面那個字 找不到路 那就再找街 如果再找不到街 那就再幫我找到 OK 所以 把零里區 改成路街道 那指的就是說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然後再減掉什麼呢 減掉 剛剛那個公式再貼一次 就零里區的位置 好 不用再減一喔 因為我們之前是找後瓜 可是路街道 剛好是 在那個字裡面的最後一個字 所以不能再減一 減一的話就少一個字了 好 那你會發現就是等於三 中程路就出來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上 再向下 就完成了 OK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如果學會這一招 然後 跟土法煉綱 我覺得 要是我 我這樣還寧可 把那個公式 好好學習 這省掉很多麻煩 而且這一招 非常 非常好用 為什麼 因為以後你一定會遇到 類似的狀況 因為你只需要 比如說地址裡面的 某一部分資料 那你就把那個規則找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公式 那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 做完 不過 可能還是有錯誤 哪邊有錯誤 你往下捲動 我後來發現 除非地址本身的錯誤 那個我們就沒辦法解決了 比如說哪一些 你們可以找一下 或者是 你可以用那個篩選 如果你要找到那個錯 資料裡面有那個篩選 那篩選裡面 你可以把那個錯誤的部分找出來 錯誤就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全選 打勾取消 然後留下那個 頸Value錯誤的顯示出來 那總共有幾個錯誤 總共有二 四 五個錯誤 所以這個承辦人的問題 所以你也 他那個資料上面 其實有承辦人的資料 也有電話 那你也可以打電話給他 你跟他講說你有六個錯誤 當然工作人員可以跟他講說 修正一下 這個是什麼 光復禮七號 這什麼東西 光復禮七號很多 所以他這有錯誤 還有六張捷運站 這個捷運站也失竊了 可是問題你給個地址吧 OK 所以這有問題 那這個的話它是一到三十 這什麼 南京東 它少個路 所以其實你這邊 可以再補個路應該就對了 然後文德 這應該是文德路吧 所以也少個路 這邊是少哪一條路 所以這個的話呢 那我們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資料本身的錯誤 OK 那把它恢復好了 篩選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呢 剩下來就是在把它產生 特別是喔 我如果已經有路接到了 那我希望找出熱點前十名 也就是哪前十條路 是竊到案件最多的那十條路 哪些路上竊到案件最高 但我不要全部 我要前十條就好 那怎麼做喔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比較冗長 如果你擔心做錯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呢 應該是在 我好像有貼上 貼到貼到哪 公式在下面這邊 好像有那個fine的部分 在這裡啦 就是在這個 如果藍位是在F藍的地方 這個 就這一串 所以我剛剛寫的就這一串 我試一下